嗨 哈喽 专员你好 大哥好 先把你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好 我叫泰富 那我来自立心基金会台东分事务所 我是台东的性别倡议专员 那我之前是念的是 台湾少数的性别研究所 台湾有三所性别教育的研究所 在高雄两间 然后台北一间 那我是高雄师范大学 性别教育研究所的毕业生 所以后来就在立心基金会工作这样子 好 那性别研究所 研究的范围是什么 性别研究的范围其实 因为大家都会以为性别 就是两性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 男生怎么样 女生怎么样子 可是性别研究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想要去让大家理解说 到底我们现在所谓的男生跟女生 是只要你有胸部就是女生 你有猴姐就是男生吗 因为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不同各式各样的人 像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当出生的时候小朋友 他可能有双重特征的时候 那他的生活处境是怎么样子 可能没有人想过 那在很久以前像最早以前如果小朋友有这种双性的特征的时候 大家可能直觉医生就会自己决定让小朋友当男生还是女生 可是这其实背后就会有一些社会结构的问题 因为长久以来台湾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嘛 所以医生他去评估的时候就会说OK 男生的很完整 那就让男生的那个保留 然后让他当一个男生 然后如果男生的比较不完整 那我们就把男生的切掉 让他当一个女生 可是这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念 就是传统的重男轻女嘛 那这其实就有点不太符合世界的潮流 因为现在世界的潮流比较是让小朋友 因为自行决定他未来要当怎么样的人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因为儿童权利公约其实有决定说 让小孩子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做主 那尤其是生殖器官这件事情 并不会影响到小孩的身心长大 所以其实现在社会主流上的风气是 国际上的社会主流是比较建议让小孩在 他即将要青春期的时候 再让他决定他要当男生还是女生 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的性别研究其实 就是会从生理层面的 心理层面的 或者是性别特质层面 也就是社会层面上面的去 比较完整的讨论 到底男生跟女生或者是其他的性别 在社会上面他们可能会遇到怎么样的社会处境 刚讲的是如果有双重性别的器官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说单纯他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男生或女生 可是他以后想要变成另外一个性别 我们现在的法律是怎么样 这个是跨性别嘛 那这个跨性别的部分在台湾目前是 如果今天我身为一个生理男生 那我想要成为一个女生 或者是我身为一个生理女生 外来想要成为男生的话 他要先经过医生的诊断评估 那目前在台湾现在的法律是 你必须经过两位的精神科医生的诊断评估 诊断他有符合这个DSM-5 就是所谓的心理卫生疾病手册的标准 那医生经过诊断评估证明了 确定他有所谓的性别焦虑症 也就是他担心他自己的性别特质语不符合这样子 那才可以去做所谓的变性手术 就是他心理要符合这个趋势 他的身体才可以改造成 是 这个是要有专业的精神科医师的评估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 立心基金会为什么会设立性别倡议专员这个职务 对 因为其实暴力这件事情 就是好像男生天生会打女生吗 因为80%的数据 在家暴的数据来说是男生失暴比较多嘛 所以难道这都是男生的错吗 这个其实是我们立心在服务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男生失暴并不是男生的错 女生受暴也不是女生天生该被打 因为很多时候家暴的冲突是来自于 价值观的差异 或者是所谓的冲动 或者是情绪控制的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立心发现 最根本的原因 其实就是来自于社会的性别偏见 跟性别歧视它还依然存在 也就是说男生他比较不会展露自己的情绪嘛 因为传统的性别告诉男生 你男儿有泪不轻弹 然后传统的性别特质 让女生比较学会用言语的方式来跟对方沟通跟讨论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很多时候 我们常会听到一种所谓刻板印象的过程 就像是老婆跟老公说 你快去找工作 你快去找工作 然后老公说 我已经在找了 你不要再念我了 然后老婆说 为什么我不能念 你就是没去找工作 你就是在家一直喝酒 你就是不找工作 我为什么不能念 然后老公说 你不要再念了 然后情绪就开始高涨起来 然后这时候老婆说 老公就说 老公就说 你不要再讲了 再讲我就要生气了 然后老婆就说 你有种就打我 然后老公就打了 这是一种所谓的 社会刻板印象里面 刻板印象底下家暴的出现的方式 可是这个出现方式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来自于男性跟女性 他的性别教育跟养成的背景不同 所以立心一直知道说 家暴问题 他其实就是一个性别议题 那你要如何去解决这个性别议题 就是必须透过社会的倡议 跟法律上的建构的完整 才可以帮助受暴妇女 他可以脱离受暴处境 所以所谓的倡议 他指的就是透过教育 透过法律层面 透过媒体 透过修法这些层次 去让这个社会打造成一个对受暴妇女 对弱势性别更为友善的地方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能够跳脱一些性别的迷思的话 可能会减少一些暴力状况 对 是 是主持人说得很好 就是男生应该要工作 男生如果不工作 可能就会怎么样 对 像刚才主任 就是主持人回应的 难道一定要男生工作吗 如果今天像请育婴流停这件事情上来说 现在大部分还是都是女生 请育婴流停比较多 可是请了育婴流停的男生 很容易被视为吃软饭的 那他们可能家中就会有冲突 所以说其实我们就鼓励男生女生 一样都有权利请育婴假 那或者是说像 受暴环境这件事情好了 我们立心在做倡议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进校园里面 跟大家讲说 像家暴这件事情 有很多时候老一辈的人 都会觉得所谓的家暴 是只有肢体暴力 也就是只有拳头跟 动手动脚才算 可是其实现在的法律 其实包含精神上面的 或者是金钱 或者是控制 或者是性 它也可能都是成为 暴力的展现样子 就样貌越来越多 对 所以其实我们倡议的工作 就是让民众 可以有正确的知识 了解所谓的性别问题 还有性别暴力的议题这样 包括不理对方也是个冷暴力 应该是说要看那个情境 跟那个当下 就是说如果今天 一对情侣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他一直不理对方 然后造成 他吵架 或者是他拒绝回应的方式 就是直接关闭沟通的管道 而造成了另外一方 也就是受害者 他会担心害怕 他会就是恐惧 心生畏惧 那他可能就构成所谓的暴力 并不是所有的不理不睬 都叫冷暴力 应该是说对于这个受害者 他的身心反应这件事情 他才是我们暴力的定义 是对受害者造成心生畏惧 而且影响正常生活的样子 这个才叫做暴力的样态 所以一样的行为 要看对方的感受程度就对 对 就是要看 当然就是从精神啊 控制或者是这些东西 就是要看对方的感受程度 好 最后讲经过 你们这个多年的这个倡议 这个性别平权 那是不是在服务个案上 是不是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或者是降低一点这个几率 应该是说暴力的 展现的样子就不太一样 应该是说像以前 通讯软体没那么发达 然后以前的暴力的样子 就是比较像那种大男人主义 对受害者女性的这种 就是你不煮饭 你凭什么不煮饭 我娶一个太太回来 就是要煮饭的 你为什么不煮饭 所以我打你 就是我们会讲 所谓的权力控制 这个是比较早以前的 暴力的呈现出来的样子 但现在比较呈现出来的是 双方的权力其实是比较平等了 就是男生跟女生他们 尤其是像暴力的数字 它其实也一样 最早以前 男生施暴 女生受暴的数字 大概是9比1 但是近几年来的数字 大概都是7比3 就是有七成的受暴 受暴者是女性 然后有三成的受暴的人是男性 而七成的施暴者是男性 三成的施暴者是女性 所以其实暴力的样态 逐渐在转变 像以前手机可能也没那么常见 现在手机每个人人手一集 你一个小时打了82通电话 对方都不接电话 然后一接电话就开始被骂说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不接电话是不是 这种所谓的精神暴力 也是近几年来比较常见的 就是暴力呈现样态 好那刚讲现在有可能有三成的 这个受虐的男性 那他们可以在立新找到一些协助吗 应该是说政府一样会提供协助 那就是因为刚才 黄美竹人有提到说 当今天一个人受暴之后 他要怎么样的求助 那他可以打电话来给立新 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立新 目前只协助的是受暴的女性 那所以我们立新一样会协助这个受暴的男性 可是我们会协助他转介到 有做服务男性的单位 因为男性跟女性他受到的暴力样态 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立新很早以前 就已经有确认好我们的服务的方向 就是女性 但不代表我们没有关注男性议题 所以其实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立新有协助推广一个协会 叫做台湾男性协会 那这个台湾男性协会 就是当如果男性他有暴力的议题 他有情绪的议题 他需要有人可以讲讲话的时候 他就可以打电话到这个台湾男性协会来去 那就会有台湾男性协会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协助跟陪伴 我就是立新用服务女性的经验 来协助成立这个男性的这个协会 对对对 所以男性一样可以找到一些协助跟帮忙 管道对 是 好谢谢我们杨专员 谢谢